首都四岩墨盛南原移动公寓二楼单位成为家庭悲剧的案发现场 34岁怀疑男屋主的父亲在打开家门时 发现孩子和3岁及7个月大的孙子已经混沌多天 男死者倒闭在主人房 而两名小死者的遗体则是被人装进塑料袋之后 放进其中一间房间的一个箱子里 县都警区主任穆努沙米指出 三具遗体都已经开始腐烂 因此初步估计死亡时间超过72小时 由于房子并没有遭到破门进入的痕迹 也找不到任何杀人凶器 再加上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死者妻子口供出现矛盾 因此警方当场扣押死者妻子 预计明天将申请扣留令注查 三具遗体已经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解剖 警方暂时将案子列为猝死案 并从谋杀角度展开调查 中文字形象夹ắ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报告